近期全国人大通过涉港安全立法 美国少数政客扬言要制裁香港 这是否会影响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的业务布局 是否会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银保监会昨天表示 内地银行保险机构将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的独特优势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不但不会削弱和动摇 而且未来还会更加巩固 银保监会表示香港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稳健的金融体系 大量高素质专业化的金融人才 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有440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超过1万亿港元的财政储备 完全可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目前香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联系汇率制度稳固 没有非正常资金外流 这也反映出国际市场对香港充满信心 目前内地银行业保险业 在香港已形成强大的金融服务网络 与香港本地金融机构 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 建立起十分紧密的业务联系 损坏香港金融繁荣稳定 不符合当地金融同业的利益 不符合内地金融机构的利益 也不符合包括美资公司在内的 所有外资金融企业的利益 内地银行保险机构将一如既往 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 与香港各界广泛合作 积极审慎的发展和创新 各类金融业务 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繁荣稳定